在Blender里面,我们可以绘录很多东西 别人的模型,我可以把它绘进来 别人的材质,我可以把它绘进来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绘,在哪里 还有你要知道,比如说,哪里可以找到材质 这里是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Blender的材质专门的网站 那这个网站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各位进我的课程首页里面 选材质下载 那这里Blender官方提供的材质固列表 哦,对,这个Blender的材质 不是这个 Blender Materials Blender Materials Open Materials Request 这里也有了 这个已经 移到这边 那这一个Blender材质固里面里选这个Brouse Database 它会有 有各式分类好的材质 那像这个是 车子 carpent 就是车子的那种 那种材质 车子的 金属表面那种材质 这个是Dirt 是泥土 那Fabric 是纺织品 或衣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纺织品的材质 你可以从这边 下载 那像你要做这样的材质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下载 当然如果纺织品你是做在那个 球上面其实是会觉得怪怪的 好那 再来你可以看到 玻璃 上次我们要做玻璃觉得很困难 那其实从这边就可以做 那像这个 光鲜或毛髮 毛髮的材质 你可以 做起来会 会很有趣 比如说 草地 草地的材质 怎么做 这个已经要帮你挑 那我们今天就弄个简单的 简单一点的 我先弄个玻璃 那这个玻璃呢 我就选这个bottle glass bottle glass 你可以稍微试看一下 它的样子 玻璃 然后呢我把它下载下来 这里有个 DOWNLOAD BLEND FIND OK bottle glass 那我们把它下载完之后 点下 那放到这里 这里 OK bottle glass 然后这个green glass 我就把它拿掉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就要来引入这个材质了 所以我先开一个blender档案 然后我先把它存到 好存到哪里呢 我就存到 刚刚的那个 import material 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当然我不 不能把它盖掉 因为那个是我们要用的材质 所以我这个叫做 import import material 储存成这样的档案 然后呢 接下来我先把这个材质好了 我改放一个点点圈 这样子比较能够 显示出玻璃的感觉 按 Smooth让它平滑化 按 GZ让它上升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按F12 你会看到 OK 这是我们目前的材质 就是灰色 然后 我拿一下 我把 我按append file的append 这一个重点 fileappend的里面 我点进这个 刚刚那个 玻璃 罐子的材质 里面 选 它那个blender档案里面有很多东西 一个blender档案里面有很多东西 所以当我点进去的时候 你会以为 怎么又跑到另外一个资料夹 其实不是 它是 跑到那个blender档案本身 它就是 以资料夹的方式在组织的 那这里就有一个material material我们就选 material里面 以刚刚下载那些唯一的材质 就是 就是这个bottle glass 那我把它 用 载进来 载进来之后 其实我还是灰色 我要怎么改变它的材质呢 因为你没有让它变成那个新材质 我现在在这里 选这一个 球之后 我选这里 这一个 这一个是所有的目前所有的材质 那刚刚的是这个灰色 我现在把它改成bottle glass 那一下你就会发现 OK 进来 OK 好了 那这个 这个材质 就出现了 那当然你觉得 如果觉得这个没有地板怪怪的 按许A加个地板 装大 好 一样 再去 再去 骰入 一张贴图 应该就可以 好 那我们去 骰入一个贴图 好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一个 看起来像手镯一样的东西 它 飘在 空中 好 那这就是 引入材质的效果 你可以任意引进 其他材质试试看 包含毛把那些 都可以试试看 好 那 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